大家有沒有什麼自己覺得幽默 但是卻不小心傷到別人 陳輝妳也有 就是那時候高中在補習 就是那種兩三百的大補習班 然後那個老師他就是中分 然後那天上課很無聊 然後我們就傳紙條 就跟老師說 老師 然後就傳過去 然後老師看完當場沒有表情 然後結果下一堂課 老師好幽默喔 滿好被控制的嘛 美恩姐 我覺得這個 這不是白目 這是真的沒有禮貌耶 對 又傳紙條又 沒有禮貌 現在很多時候會把 你們分不清楚幽默跟傷害 真的 你覺得幽默 其實被你幽默的人那個 沒有那樣的明顯的感覺 覺得是被你傷害 就不是幽默 這種好像馬太 馬太也有類似的例子 沒有 因為我有之前一個朋友 他比較長得比較小一點 然後他就是被甩 就是被女朋友甩了 然後甩的原因是什麼 他就說他嫌我矮又沒有車 我說就這樣子 然後就每次他看到說 那女生不錯耶 然後我就說 他一定會嫌你又矮又沒車 然後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他跟別的女生在聊天 我說 這個女的一定會嫌你又矮又沒車 那女生也在旁邊 我說你就不要打人家主意了 結果我會直接這樣子講著 把他自然的視一視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好笑 我就是覺得 就只是 他應該會不會太痛 我希望他久了他就習慣 就是在傷口上撒鹽撒酒 他就沒感覺 麻痺耶 對 訓練他的EQ 這種 因為剛剛其實美人姐 有稍微定義一下 就是說有時候是到了沒禮貌的狀態 其實藝人我們每天都被沒禮貌 誰的事啊 媒體常會就是 完全沒有任何界限的 就是攻擊我們或是亂寫 有時候真的是亂寫 阿德老師 沒有 我覺得就是 其實我也 我是有一半是同意學生 就是把他當一個幽默的看法 因為你把他當幽默 你幽默的寬度會可能越來越寬 太寬了 那有一天 就像以前 就是節目上譬如說 某些主持人在講一些話 以前這主持人就正經八百了 就是形象很好 後來媽媽發現說 其實被攻擊了 然後其實外遇了什麼 後來主持也沒有怎麼樣 結果媽媽發現說 其實一馬歸 如果你人生可以把它一馬一歸 你很多事情就不會那麼敏感 那麼容易受傷 你的幽默真的是 它跟你交情要夠好 你要無傷大雅才可以 可是有些人真的是 人跟人之間 為什麼要有語言能力 為什麼要有幽默感 這樣跟你相處起來 才不會痛苦嘛 是 我以前都覺得說 我就是一根腸子碰到底 我就是個性很直 後來我覺得 那個是自我安慰 那就表示我不會說話 我再給自己找藉口 不要再強調你自己個性很直 我之前就是直來直往 那是表示你沒修養 你講話技巧不好 對 而且你不在乎別人的感受 你跟長子直直的 我告訴你 人家沒辦法跟你相處的 是 我覺得其實剛剛美人姐 講到一個很好就是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不斷在修行 自己要發現自己說 有什麼不對別人 這可能會覺得 你真的在傷害我 你難道還沒感覺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事件二 這樣有很壞嗎 是無心的幹嘛這麼嚴肅嗎 雅莎 好 其實我現在不太敢講 就是啊 事件就是 以前我有 學校一個學長他劈腿 然後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跟A在一起的 結果他就劈腿了之後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然後最後他就是選擇 跟A分手 然後跟B在一起 然後之後有一天 我就遇到他們兩個 就我學長跟B在一起 我就說 A 嗨 那A咧 A在哪 然後他就說 我們分啦 我說 我比較喜歡A 然後我就走了 當的B 當的B 對 然後B就恨我 然後恨到現在 結果他們分手 他還是超討厭 合理啊 本來就討厭了 對啊 好 幾位 妳覺得A很好嗎 我跟A很好 應該的 是不是 她喜歡 妳講這個話是 大家覺得她情有可原 妳覺得她白目 圈插 她就是白目 她就是白目 圈插 好 Tracy覺得 我覺得這樣子 有點傷人 其實 可是我自己也有做過 類似 什麼 整集都白目 就我自己也有做過類似的白目的事情 是 我朋友要介紹男朋友給我認識 然後我就跟他打招呼 為了表現我很友善 我就說 對啊 我都聽過妳 然後我朋友就一直死臉色 我就想說 妳一定怕我講妳們中間怎麼樣 對不對 放心 我不會講 然後我就說 對 妳在咖啡弄打工對不對 然後我朋友就說 不是 他已經不是咖啡弄打工了 就是已經換一個 就我覺得我自己也是會做這種 白目事情的人 可是不是有意要傷人的 如果再完美一點 可能是B不在的時候會好一點 對啊 是不是 就直接講這個學長 美人姐妳贊成的原因是什麼 妳跟B認識嗎 不認識啊 那這樣就傷極無辜 對啊 多極無辜 對啊 這樣就有點傷極無辜 我以為說妳是AB兩個的朋友 妳是挺A 然後要攻擊B OK 然後拿那個男生當槍用 所以美人姐妳要給他插還是全 如果這樣子的話 出飯…OK 出飯 可以原諒 好 我是覺得這個是 只要稍微修正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你要想一想說 你目的要做什麼 把這目的性做得完美一點 就把邊修得完美一點 不要只是洗個頭 然後眉頭眉尾 這樣就會造成很多問題 可是如果真的碰到這種 口無遮攔朋友 你們會怎麼樣 沒有 口無遮攔這種朋友 就是要讓他受到一些教訓 對 那你會當場 當場教訓他 就不會是這樣 當場教訓他們還是 我覺得當然 我跟你講學生一定是 同學之間的 就是能忍住的真的很少 我的建議是說 是不是當場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就算有犯錯 你事後要記得去道歉就好了 對啊 因為你不能控制前面 你至少後面可以解救 我想要補充一個 就是 這件事情個人就可有其有可願 可是有一個 他真的是一個很口無遮攔的人 他有一次就是我們之前節目 有錄一個小隻男孩嘛 然後我們就一群小隻男孩來賓在那邊 他就跳著走過去就說 我覺得你們好矮喔 都比我還矮耶 太可愛了吧 就這樣子跟小隻男孩們講 但是他就直接說 你很矮 就亞莎 然後 等一下 我要講 你不要講話 臉都紅了亞莎 不是 因為後來 後來我們節目就是有工作人員 就覺得說 天啊 怎麼對來賓這樣講 因為他們是來錄這一次 然後來一個當來賓的嘛 所以他就把他拉到旁邊說 你不要這樣子 這樣說不定會傷害到人家 後來這個人又做了什麼事情呢 亞莎又衝過去跟他講說 對不起啦 我剛剛不是故意講你們矮的 可是你們真的很矮 我是覺得 她是說 幹嘛要做這件事呢 她說 我是覺得你們很可愛 算了 算了 她就說 我是覺得你們很可愛 才說你們矮 不是想要傷害你們 可是她就反覆講了大概三次 可是兩次 因為男生好像不喜歡被講小而可愛 我們來問一下這方面的翹楚 納豆 我這樣算不算白目 是嗎 因為我專門覺得矮不好 所以問我真的不準 不是 可是她的出發點 亞莎妳的出發點 是不是想要吸引他們的注意 還是怎麼樣 不然的話妳幹嘛這樣講 我那時候是看到他們來賓 就是一群坐在那一坐 然後都沒有講話 很無聊 所以我就走過去我就說 你們是小隻男孩嗎 然後就幾個就點點頭 我就說 那妳可以站起來給我看一下嗎 然後看起來 你們要檢查人家的鞋墊吧 對啊 妳感覺就像點獄長耶 那妳有一個好東西 那妳可以回家